花若盛开,蝴蝶致来,人若精彩,天之安排,大清王朝以孝立国,尤其对自己的母亲最为孝顺。 这块毒板是康熙皇帝在校会章皇太后七十大寿时制作的真品黄花梨,毒板敲头案,雕摆寿,寓意万寿无疆。 康熙四十八年造办处奉旨着作真品黄花梨制,毒板大案,为庆贺校会章皇太后七十大寿,雕摆寿,寓意万寿无疆。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完工,用黄花梨木料两千八百斤,饮八百二十两,乘胜清缆,送往明寿公安寺。 康熙四十九年 康熙四十九年